剛剛綠燈你怎麼不走啊 綠燈啊 我已經騎過去啊 我說綠燈你怎麼還停在原地不動啊 你車子是誰的 藍衣男子停在路邊被警察團團包圍 講話支支烏烏話都說不清楚 沒關係 欸 124 什麼名字啊 你證件有沒有帶看一下好不好 我證件沒帶欸 你什麼時候喝酒 沒關係你什麼時候有喝酒啊 因為我聞到濃厚的酒味 原警才一靠近就聞到濃濃酒氣 連要對身份資料也講得很緩慢 引起警方懷疑 沒想到證件也沒帶一酒冊果然 0.99啦 那規定給你 你出發起碼公公我選罪 這名43歲的潘姓男子前一天晚上 獨自到大安區卡拉OK店喝酒 結束後準備去萬華吃宵夜 路途中因為黃神綠燈還不動 引起警方注意上潛藍茶 酒冊值高達0.99毫克當場被送辦 沒想到當天又被發現涉嫌未造文書 這名嫌犯之所以會被發現黃暴身份 就是因為來到偵查隊之後要耐應指紋 但是一筆對之下才發現原來 他是有錢科的雙胞胎弟弟 潘姓男子被逮時稱自己是潘圈A 報身份證字號地址電話都正確 做完筆錄後被移送到偵查隊 指紋見檔時螢幕上卻是出現潘圈B 也就是嫌犯本人 原來先前他也有酒駕紀錄已經見檔 明明不同人卻靠指紋才拆穿 因為黃暴的身份就是雙胞胎哥哥 移送地檢署前都需要像這樣 每一隻手指納硬連手掌都不能放過 這會以為梁兄弟長相幾乎一模一樣 就可以蒙混過關 但還是騙不過科技 嫌犯最後兩罪病罰被判處7個月 醫科罰金21萬 酒駕再贓給雙胞胎哥哥 代價不小 TVBS新聞玲瓏迅速配與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